因为不小心脱口而出 讲出了民调 结果要挨罚50万元 这笔钱 马英九主席是不是要自己出呢 詹卷博表示没有错 这笔钱马主席会自己来付款 情况如何 我们立刻来连线请林佳元来告诉我们 佳元 好 带你来关心立法院的最新状况 马主席在之前选前10天 谈论了宜兰的选情 因此触犯的选拔法被罚了50万元 对此国民党秘书长詹卷博说 这笔钱马主席自己付 带你一起来听听看 以理来讲应该是党来付钱 概括承受 不是概括承受的问题 那个活动是党务活动 是党的中常会 是行动中常会 所以到宜兰来召开 所以在那个场合所产生的事情 都是在我们党来讲是党的事情 但是以我了解马主席 他的行事风格 这笔钱他会自己付 他有跟你们说到 他会自己 我的判断他会自己付 这个 好了可以听到张通国表示 这个被罚50万元 马主席应该会自己付